有不少中國廣州的網友近日紛紛在網絡社群中爆料 指自己出門旅行期間 意外發現廣州、黑龍江衰芬河市、 內蒙古滿州里、廣州省蕨陽市 和深圳市保安區等地 已經靜靜地被中共官方列為疫區 甚至是疫情重災區 而廣州的市民就幾乎沒有發現這件事 防範鬆散 令中網友擔心 有中國網民拍攝的相片顯示 在海口機場 來自廣州越秀區、白雲區的旅客 已經被安排與湖北武漢市的旅客 走同一條特別申報通道 該網民並且驚呼 自己不知不覺竟然成為來自重災區的人 由網友曝光的相片看到 除了廣州外 還有黑龍江衰芬河市、 內蒙古滿州里、廣州省蕨陽市 和深圳市保安區的旅客 也被要求行同一條專門安排的申報通道 還有網友曝光了某機場發放給旅客簽署的承諾書 顯示機場方面要求旅客承諾 在過去14天內 沒有到過上述6個地區 如果沒有如實申報 還將會承擔法律責任 上述6個地區 現時已經被中共官方列為疫情風險地區 各省交通系統要求 凡是14天內 到過這些地點的旅客 必須持有當地7天內核酸陰性證明 才可以入省 已經入省的人需要補助核酸檢測 也有網友曝光的相片顯示 被稱為融成的成都市政府 發布的公告牌上 直接將廣州和武漢以及境外 同樣列為疫情重災區 並且可以要求來自這些地區的返回融成的人 必須主動向社區報告備案 並且居家隔離 不斷地区域 並且居家隔離 但居家隔離 就有家隔離 也有家隔離 通知 不斷地区域